由于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用一些烟布的麻醉药 就是表面麻醉药 所以在胃镜检查后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一般两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进食进水了 这个主要是为了预防 烟布麻醉引起的烟麻痹 引起的呛壳之类的不良反应 那如果说我们在胃镜检查过程中 进行了活检 或者发现有病变在活动性出血 那可能需要延迟进食和进水的时间 这个一定要遵从医生的主妇 不能随便就进食 如果说我们做胃镜检查 没有特殊的病变的情况下 一般进食是没有限制的 当然如果说取了活检 或者是有内镜下活动性出血的话 我们有的会告诉患者 需要进食上一到两天 或者是以流食为主 是用满软的货币的 然后还是进食上一到两天 这份是有条件就因为